大掌柜公告朕主 大掌柜公告朕主 他出身书下有三个儿子 用了他一遍江山就是他的了 邱掌柜是贫寒出身又没有儿子 以后的大掌柜就只有靠他了 你要相信为父的经验 这是圣离四边你让我安心走吧 父亲 这是为了在康家的时代转折 我听您的 切记神 我不能一个人逃走 要帅父亲兄弟在冰火里 你我活着都是为了康家的明白 从今以后康家就寄在你身上了 为了参加你要珍重自己 为了参加你要珍重自己 好